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确发音片 看这几个字 柠檬 柠檬 怎么念比较正确呢 你要是念成lemon 跟中文一样就不对了 lemon 他是念lemon lemon 所以这种字很多中国人不会 念不准 卷车卷一半lemon 但是你说卷舌 舌头放在最前面 就是不卷舌的a 放到一半lead 放到最后面 不太卷舌 就卷舌了 放在后面是ad 大卷舌蝴蝶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 到底放在前面 什么叫最前面 什么叫中间 什么叫后面 所以很多事情讲不清楚 就大致上 只能大致上讲 那也不可能说 讲得那么百分之百清楚 所以要自己练习 比较前面 不卷舌 但什么叫卷舌 不卷舌 要是卷五分之一呢 3.25分之一呢 就没那么无聊了 就大致上 所以这种字 这些字要多练习 有时候你卷一半 你念到比较偏不卷舌 比较念到偏卷舌 这没办法 要自己调啊 这个没有人可以帮你调音啊 我们只能讲 我只能讲一个意思 要念出来 当然有很多视频啊 也在教 或者很多英文歌啊 什么在教 外国人很多影片啊 都在教 可是最后要自己去体会啊 因为也没有人说全部教会啊 叫你自己去学嘛 习嘛 学嘛 习嘛 学就是从不会到学会嘛 到学啊 不是啊 没有学会了 只是去学啊 还有习嘛 习叫练习嘛 Critus 所以很多字啊 要自己要多练习啊 你不能说啊 我听你讲了 有道理啊 可是我就发不出来 那你的问题啊 你要自己习啊 光是学不行啊 还要习啊 学而实习之啊 学要常常练习啊 所以要学而实习之嘛 学跟习是两个意思啊 不一样 一个只是学啊 可能学可能学不会啊 要多练习啊 有人 就像那个武功啊 师父交流后 你要多练习啊 要实战经验啊 你光是学不习不行啊 然后你只习不学更不行啊 Lemon 卷车卷一半 Lemon 多练习 那有人反应比较快啊 练一练就会了 那有人就不行啊 那就要自己录音啊 或叫旁边的人帮你 帮你调整一下听听看 擦多少 Lemon an open fruit that is a thick yellow-skinned and sour-selled juice When the small tree in which the fruit grows 这是一个oval 就是椭圆形的啊 椭圆形的水果 就一个比较厚的啊 柠檬啊 柠檬啊 柠檬那个皮啊 相对的啊 不是绝对厚啦 天底下没有绝对啦 就相对的比较厚 比较厚一点啊 稍微厚一点 然后通常是黄色 你说不对啊 又青色 那当然又青色啊 青色比较不熟嘛 黄色比较熟啊 就青黄色啦 一般是绿色的比较多啊 这边是讲这个啊 比较黄色比较熟一点的啊 这skin不是皮肤啊 它的果皮啊 然后sour-selled juice 这非常酸的啊 非常酸的啊 或者是一个 也可以是柠檬树啊 一个小树啊 长柠檬啊 an open fruit that is a thick yellow-skinned and sour-selled juice When the small tree in which the fruit grows 只要我们念英文啊 除了要置正腔圆 咬之要清楚以外 要断去啊 常常要断啊 都要停断一下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Fertish recipe You need a Jewish or two lemons 这recipe就是配方啊 烹饪食谱啊 或者这一道的配菜啊 就是你要烹饪这一条 它的秘方啊 它的食谱啊 做法啊 就是需要两片柠檬啊 柠檬可以加S啊 有些英文有些字不加S的 大部分就是有单副素啊 那不加S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可处名词啊 抽象的 另外一种叫集合名词比较特殊啊 Fertish recipe 这个是食谱啊 念 recipe 或做法 烹饪的做法 You need a juice of two lemons 也不一定是果汁啊 就是水果的液体也可以Juice啊 不一定非要榨成果汁啊 Land也是一样 绝色卷一半 动词啊 借东西给人家 借钱也可以啊 借东西也可以 反正借出去啊 这是有形的啦 Land 绝色卷一半 to give something to someon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specting it to be given back 就借某些东西给某些人啊 就是一段啊 比较短的 因为借东西没有说我借十年吧 没有这样讲吧 你说借你一天 借三天 借一个礼拜啊 最多借一个月很久了 你说借一年 好像也很少讲 借一段短期的时间啊 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 或一个礼拜以内啊 Land expecting 就期望他会还给你啊 没有人说借东西不期望啊 期望他不要还 可是很多东西啊 借出去就有借无还 所以有借无还 这四个字啊 借钱的时候啊 你借钱你很大 人家哀求你借啊 还钱的时候变他老大 哎 拜托你还我吧 你过时间那么久 因为熟嘛 那真的不行 金额比较大 就打官司嘛 如果是很熟的朋友 我借的钱不多啊 才借的一千块两千块 打官司 法官司 一千块一两千块 打什么官司啊 所以借东西的时候很讨厌 借的也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可是他其实不还啊 有些借书啊 借杂子根本就忘记了 对方早就忘记了 那你自己搞不好 还记得住 或者自己忘记 所以借书啊 常常不还啊 借钱有时候 借的时候 人家求的要命 还钱的时候 他拖的要命 理由都很多啊 都会讲理由啊 我这个啊 台湾生病啊 小孩出车祸啊 我另外有大的钱要还啊 理由都很多啊 听的都很有道理 但听的一肚子气啊 她不喜欢借书啊 这是对的 最好的东西不要借 什么都不要借 书也不要借 钱也不要借 最好不要借是最好 因为一借之后就有风险 但有时候没办法太熟啦 或怎么样 有时候不好意思 但是有时候 借的东西 心里就要准备 有借无还啊 这没办法 这人性啊 She doesn't like landing her books 借我一些书 真的 借书就没有了 没有了 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有时候你借书啊 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 有时候你真的会忘记借给谁 有时候你不好意思说 那么叔叔借给你啊 或者问了 他说不是啊 我没有借 那你也没办法 钱的话就比较不会忘记 可钱的话你要不要拖很多 像我一个亲戚啊 最近借人家 比如说借二十万台币 也不是多大钱 对方 也当公务员 就是还不了 拖了一年就是还不了 他就上老去 Length 长度 也是卷车卷一半 Length The measurement of something from end to end to a long to as long as a side 就是一个尺寸啊 measurement 我们说测量啊 度量啊 一个尺寸啊 就是从一段到一段 或者最长的 最长的那一边啊 我们讲长度啊 The boat in 10 meters in length 这条船啊 一般boat相对小一点啊 ship是比较大的 相对啦 那也没有绝对说多少尺啊 多少公尺以上叫船或者boat 甚至连老外都会啊 蛮大的 蛮大的 他也用船 蛮小的用ship 所以用的比较乱 但是一般来讲 比较英文正统一点啊 就是 大一点叫ship 小一点叫boat 大致上是这样的 但有的你说不对啊 那条大船啊 老外用boat啊 那条小船它有ship 那我也没办法 你说老外用错 老外用错的多嘞 所以 有些说老外像讲跟你不一样 有时候听一听笑一笑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啊 很多老外英文都不如我啊 可是你说它是老外 所以它比你厉害 它英文比你厉害 那我也没无法可说 这条船呢 是十公尺长 Lens 就是镜片 Lens 角色捡一般Lens Ecured piece of glass plastic or other transparent material Using camera's glasses and scientific equipment the main subject is enclosed longer smaller smaller etc 所以我顺便一提啊 就是有时候有些人看到说 老外啊 也在问我 有些是 当时美国人 有些甚至欧洲人 欧洲人问我英文正常啊 有时候老外也在问我 美国也在问我 因为他知道我英文嘛 在旁边 中国人 华人 台湾人 大陆人 发生疾病啊 他是老外 他怎么问你英文啊 我一听就笑 没办法 他搞错 他搞错 他英文好 我英文最烂 他没办法 这一般人 就是很多观念啊 西洋人也有英文很烂的 或者相对比较不好的 中国人 华人也有英文很好的 某方面来讲 这个金头发的问黑头发 也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稀奇嘛 但是一般人就没办法接受 英文是外国人 你是华人 人家问你英文好奇怪啊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这是一个啊 有曲度的啊 镜片是带曲度的啊 一个玻璃做的啊 或者塑胶做的 用塑胶镜片嘛 或者其他那个透明的 transparent透明的一些 器材啊 material材料 突然用在这个摄像机啊 眼镜啊 所以没有ES的就是玻璃 有ES就是眼镜 或者一些科学的设备啊 比如说天文光眼镜啊 显微镜啊 望眼镜等等的 然后可以让物体啊 变成好像看起来更近 或者更大 或者更小等等 显微镜就更小嘛 不 还是放大 镜片一般放大 那个凸透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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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远一点啊 小一点啊 凸透镜清楚一点 he has very thick lenses he has very thick lenses in the glasses 就是有的这个深度近视啊 张大千啊 国华大师啊 度数比较深的啊 镜片很厚 thick 很厚 也可以讲很厚 也可以讲一个人啊 比如说很粗壮啊 比如说他大腿很粗 也可以用thick啊 所以不一定光是很浓的 很厚的 很粗的啊 都是thick啊 就比较宽一点啊 会比较浓稠壮 thick soup 浓汤啊 Leo大小狮子座 十二星座啊 这个是名词啊 Leo 狮子Leo a large constellation set like a lion 就是一个大型的 Constellation的星座 西洋的星座 也是真的那个 真实的星座 大熊座 小熊星座啊 它看起来像狮子啊 但是星座怎么看起来是 当然不像啊 但是幻想嘛 或者是 或者是 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所以你说 晚上你真的啊 看 贴上星星 那星座哪一个形状啊 就是 几个 几颗星连在一起 哦 有点像射手座啊 有点像狮子座 有点像 水瓶座 有点像那个 公羊座啊 就是一个幻想 一个连接起来 啊 那比如说那个 东泡人西方 它的连接方式 就不一样啊 They were both born Andre the sign of Leo 他们两个人都是 生在这个 狮子座啊 八月啊 八月狮子座 They were both born Andre the sign Andre the sign Andre the sign 也是星座的意思 啊 这句讲这里